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正纲 这份文件反映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政策与议事日程 正纲列举了包括展开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驱逐行动 让军队成为世界最强党20个目标 甚至还提到要在美国上空打造强大的铁穹导弹防御盾 这是共和党自2016年以来首次公布政纲 2020年时他们选择不制定政纲 接下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他担心中俄等受美国制裁的国家会寻求去美元化 他指出随着美国实施的制裁越多 更多国家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 此外叶伦还提到美国正在帮助墨西哥 建立类似于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的机制 以阻止中国利用墨西哥规避美国的投资限制 最后英国大选结束后 工党胜出基尔·斯塔莫出任首相 新政府承诺将重新审视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计划在上任后的100天内对中英关系进行全面审查 工党政府将在贸易、投资、安全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 甚至可能邀请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作为顾问领导这项审计工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共和党公布得到特朗普支持的2024年正纲 美国之音中文网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公布了其2024年正纲 反映了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政治政策与议事日程 据报道 这份文件是由特朗普的助理们起草的 文件通篇都在提及这位前总统 这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2016年以来首次公布正纲 2020年的时候 该委员会决定不制定正纲 这份星期一 7月8日通过的正纲题为 2024年共和党正纲 让美国再次伟大 2024 GOP Platform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借用了特朗普2015年以来 在其总统竞选活动中使用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口号 正纲的承诺 这项正纲列举了该委员会希望实现的20个目标 一些关键政策包括 展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驱逐行动 让美国军队成为毫无疑问的世界最强 驱逐钦哈马斯激进分子 并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再次变得安全与爱国 钦哈马斯激进分子据信 是指今年4月开始在大学校园出现的 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议营 其他正纲议题包括 降低通货膨胀 该委员会计划降低通胀的方式包括 终结社会主义绿色新政 以及不让男子汇入女子运动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还希望在美国上空地打造 强大的铁穹导弹防御盾 正纲的变化 这项正纲在有关堕胎的问题上 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历史上 堕胎一直是共和党的敏感议题 过去40年来 共和党正纲一直支持在全国范围禁止堕胎 但是如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表示 我们将反对晚期堕胎 这将符合特朗普当前 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 他如今的立场 是赞成由各州来决定堕胎法律 这与他2016年竞选时 支持全国禁令相比有所转变 该正纲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立场 也有改变 2016年 该正纲坚决反对同性婚姻 但是新的正纲 没有谈及这个话题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正纲委员会 以84票对18票通过了正纲 耶伦担心中俄等受美国制裁的国家 寻求去美元化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星期二 7月9日 在国会山作证时说 他最大的关切之一 是在实施制裁时 如何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 因为美国实施的制裁越多 越多的国家 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 耶伦还表示 美国正在帮助墨西哥 建立类似于美国对外国投资 进行审查的机制 以阻止中国利用墨西哥 来规避美国对其实施的投资限制 在国际金融领域 耶伦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耶伦星期二 以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 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就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作证时 该委员会国家安全 非法金融和国际金融机构 小组委员会主席 布莱恩 卢特克迈尔 布莱恩·罗特克迈尔 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在国际金融领域 他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耶伦回答说 我有很多不同的担忧 但在制裁领域 我们可以采取非常强有力的制裁措施 因为美元在国际交易中 扮演的重要作用 切断外国银行或其他企业或个人 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交易的能力 以及参与美元化的能力 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追问道 所以基本上 保护美元是你最大的关切之一 耶伦说 我认为这很重要 我们实施的制裁越多 越多的国家会寻找 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 过去十年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并使人民币 也能像美元和欧元那样 躋身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行列 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 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使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 以取代美元 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 美国为什么不对习近平进行制裁 在涉及制裁的问题上 这位众议院中共问题 特赦委员会的成员问耶伦 财政部队侵犯人权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外长拉夫罗夫 实施了制裁 但为什么没有对他所说的 在新疆对维吾尔人 进行种族灭绝的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制裁 耶伦回答说 美国对涉及在新疆 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进行了制裁 至于为什么对普京进行制裁 而没有对习近平进行制裁 耶伦说 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 应向国务院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财政部 在2020年7月 对中国新疆四名现任 或前任政府官员施加制裁 因他们涉及 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的权益 受制裁的官员包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 新疆政府副主席 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王明山 以及前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 财政部在2021年12月10日 国际人权日宣布 对被认定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 朝鲜等几个国家的15个个人 10个实体 依法实施制裁 同时对一家被认定利用监视技术 协助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实施投资限制 美国还通过了 在2021年12月23日生效的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该法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 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 不涉及强迫劳动 才可以获准进口 共和党众议员 禁止对中国军工复合体的公司 进行交易不起作用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 拜登政府还加强了对美国资本 2023年8月9日 拜登总统发布第14105号行政令 指示财政部可建立对外投资审查制度 重点解决美国在所谓 受关注国家的 某些投资的潜在风险 财政部在今年6月21日 发布了期待已久的对外投资审查拟益规则 该规则将影响美国对设计或开发半导体 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 和人工智能领域敏感技术的 中国或中国拥有的公司的投资 不过来自肯塔基州的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 认为财政部的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他在听证会上问耶伦 财政部已禁止美国与某些 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关联的公司 公开交易的证券进行交易 但自被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 CMIC名单以来 海康威视的收入增长了30% 中化集团的收入上涨了60% 中国移动的股价飙升了90% 华为和中芯国际继续开发先进的5G芯片 而华为本来就不是上市公司 显然对公开交易的证券的交易进行监管 已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 为什么财政部不对这些 中国军工复合体公司 实施限制性的制裁呢 耶伦对此回答说 他不能讨论具体的案例 但他强调 财政部一直在关注那些 从事可能应受制裁的活动的实体 耶伦正在与墨西哥 讨论建立类似KFIES的投资审查机制 阻止中国规避美国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 及联邦众议员维森特 钢萨雷斯 Vicente Gonzalez 对财政部发布了对外投资审查的 拟益规则表示赞赏 但他同时提到了 他和他选区选民的另外一个担忧 即大量的中国投资 涌入墨西哥的制造设施 把生产的产品 当作墨西哥的产品出口到美国 他说 我担心 如果我们只考虑 直接对可以生产受关注的技术的 中国或俄罗斯工厂进行的美国投资 那么这些投资 可能会转向海外工厂 以及中国在第三国拥有的公司 财政部会考虑或已经考虑过 这类旨在逃避总统对外 投资审查项目的目标的 非线性投资吗 叶伦说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且他去年访问墨西哥期间 与墨西哥官员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与他们讨论建立 他们自己的投资审查机制 本质上类似于我们的 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 他们愿意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进行讨论并合作 我认为这是审视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他说 耶伦去年12月访问墨西哥期间 美国和墨西哥 同意对外国投资进行跟踪 并定期分享 有关外国投资审查过程的信息 拜登政府5月14日宣布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征收超过102%的总关税后事宜 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将其生产转入墨西哥 已规避新宣布的进口关税 美国有可能进一步加征关税 美国之音外事记者 英国工党政府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 美国之音中文网 英国大选结束后 工党胜出 基尔 斯塔默 Keir Starmer 出任首相 新政府承诺将重新审视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政策变革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工党胜选三天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星期天 7月7日 致电英国新任首相 基尔 斯塔默 Keir Starmer 对他出任英国新政府领导人 表示祝贺 斯塔默对英中关系的公开发言不多 但是他去年表示 英国需要在贸易 商务和技术等问题上 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但同时承认 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合作的重要性 新的外交大臣大卫 拉米 David Lemmy 承诺在新政府上任后的100天内 会对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进行全面审查 拉米在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智库的演讲中提到 保守党过去14年的对华政策 摇摆不定 工党将采用更为一致的策略 他的进步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愿景 强调了对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重视 并且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奉行竞争 挑战与合作的3C原则 政策审计的初步计划 根据Politico报道 工党已经开始听取 关于如何进行对华政策调整的建议 计划在内阁办公室主导的审计工作 可能由前澳大利亚总理 兼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 Kevin Rudd领导 审计中一个重要的顾问机构 是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 CSRI 该机构建议对中英关系的审计范围和重点 进行全面评估 审计计划可能会涉及贸易 投资 安全等多个方面 并且可能需要长达一年时间来完成 CSRI的执行主任安德鲁叶 安德鲁叶 认为英国和中国在一些全球关键问题上 存在明确的共同利益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安德鲁叶说 双方都关心人工智能 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或自主核武器等军事用途 这些问题是中国愿意在二轨 甚至1.5轨外交层面 进行讨论的领域 因此双方在这些问题上 有合作的前景 即使在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也能够在核武器条约上进行谈判 今天面对人工智能 可能带来的类似危险 英中两国也可以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合作 叶不冲说 中英透视 UK China Transparency 顾问张浩宇认为 英国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更务实 工党也不例外 但是英国具体的对华政策的走向 恐怕会受到美国11月大选结果的影响 他对美国之音指出 工党内部有一些左翼成员 对中共持有较为亲切的态度 这可能会影响政策的制定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工党的左翼不乏对中共的支持者 现任首相是偏中间派 但是在党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左派 对中共是有亲切的感觉 工党前任的影子财政大臣约翰 麦克唐纳 John McDonnell 曾在议会关于财政问题的辩论中 挥舞一本毛泽东语录 红宝书 贸易与投资 工党计划的一个关键点是 如何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英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 工党发言人对Politico指出 保守党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过于自满 对干预行为也持否定态度 而工党将重新评估双边关系 明确在哪些方面需要竞争 哪些方面可以合作 以及哪些方面需要挑战 在电动汽车EV领域 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 已经投入了2310亿美元 支持其电动汽车产业 这对英国的高端汽车制造商 带来了巨大压力 工党需要在保护国内产业 和避免与中国发生贸易战之间 找到平衡点 工党政府将面临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 采取行动的压力 保守党政府已经承诺 实施雄心勃勃的零排放车辆 ZF配额系统 但工党需要决定是否继续这一政策 美国和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口增加了关税 工党将面临来自这些盟友的压力 要求采取类似措施 前英国商会驻华总经理 史蒂文、林奇、Steven Lynch 接受Politico杂志采访时指出 进入新政府后 他们必须明白与中国打交道 将伴随着巨大的权衡 中国会不惜利用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 来胁迫英国、中国政府 此前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 国都采取国类似措施 在欧盟本月宣布计划 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8.1%的额外关税后 中国已表示 可能对欧盟采取报复措施 另一个复杂因素 是英国的国际盟友 对其对华政策的影响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202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他的政府可能会加大对盟友的压力 要求他们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应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战术 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的安德鲁 叶·安德鲁 认为 英国需要在 应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战术的同时 与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 和气候变化等全球关键问题上 重新接触 叶表示 尽管中英关系复杂 但在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问题上 仍有合作的空间 英国反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战术 符合其一贯的政策 即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他认为 英国需要明确表示 灰色地带的胁迫不构成和平解决 如果英国对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做出反应 无论是通过声明 加强与台湾的接触 还是对中国军事公司实施制裁 这都不是英国改变其对台湾政策的信号 而是重申其长期战略利益 及分歧应和平解决 人权问题 此外 与中国人权相关的问题 也是工党需要审计的政策之一 中国政府持续对英国前殖民地 香港强推包括国安法在内的 旨在压制自由和民主的新措施 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 而北京当局则指责英国政府 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做不当发言 挑拨干预香港事务 中英两国近来还互相指责对方 对自己进行间谍活动 英国调查和逮捕了 涉嫌为中国安全机关工作的几位人士 而北京则公开指责英国军情六局 招募中国政府工作人员 为其进行谍报工作 此外 中国对在英国流亡的几名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进行了赏金通缉 也引起了英国民间和政界的不满 东亚和东南亚人支持工党 ESA4 Labor 组织在此次大选中 产生了三名亚裔议员 该组织的事务新闻官李瑞克斯 Rex Lee告诉美国之音 工党将更加关注 中国在英国领土上 进行的跨国镇压行为 并采取强硬立场 斯塔默本身是一名人权律师 对人权问题非常关注 李瑞克斯说 工党将重点关注 发生在英国境内的跨国镇压行为 这是我们可以直接采取行动的部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美国在抗击通胀方面 取得适度进展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联储主席星期二 7月9日 在国会两天的听证会上 告诉议员们 美联储在抗击通胀方面 取得了适度的进展 当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 价格飙升时 美联储的回应 是将利率上调 至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试图为美国经济降温 并将通胀率 恢复到2%的长期目标 自2022年达到顶峰以来 通胀已显著缓解 但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展停滞不前 实际上暂停了 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努力 第二季度的数据 更为令人鼓舞 促使一些政策制定者 在最近几周 表现出一些谨慎的乐观情绪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 Jerome Powell 星期二在华盛顿 对参议院引行委员会的议员们表示 自今年第一季度以来 最新的数据 显示出一些适度的进一步进展 更多好的数据 将增强我们的信心 及通胀率 正在可持续地向2%迈进 他补充说 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开会设定利率时 再次维持利率不变 但可能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 美联储在9月前 首次降息的可能性超过75%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真主党说 以色列攻击叙利亚 打死该组织领导人的前保镖 美国之音中文网 真主党说 以色列攻击了叙利亚境内一辆汽车 打死真主党领导人 哈桑 纳斯鲁拉 塞亚哈桑 的前保镖 真主党就亚希尔 卡纳什 Yaserneimer-Karnobst 只死发布声明 但没有解释他的角色 或他的死亡情况 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 悼念这一死亡 真主党还宣布 向戈兰高地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 发射了几十枚卡丘沙火箭 安全消息人士说 这名保镖 最近作为一名中层官员 帮助该组织的运输 英国的叙利亚人全观察组织说 以色列攻击了 大马士革至贝鲁特高速公路上的 这辆汽车 该组织还说 一名叙利亚司机受了重伤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在攻击后说 我们不评论外国媒体的报道 哈马斯去年10月攻击以色列后 真主党一直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以色列此后空袭 黎巴嫩打死450多人 包括80多名平民 以色列有17名军人 和11名平民被打死 黎巴嫩以色列边境两侧 都有几万人被迫撤离 美国将旅 拒绿以息和海鲜的列为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执法新重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周三 7月9日 发布了更新版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威格Force Labor Prevention Act 战略 确定了新的执法 重点行业旅 拒绿以息和海鲜 原因是在这些行业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 和其他少数民族 被强迫劳动 或成为国家劳动力 转移目标的风险较高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于2021年12月23日 由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签署生效 国土安全部2022年 开始发布应用于该法律的 防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口强迫劳动开采 生产或制造的货物的战略 国土安全部 还领导一个跨机构的 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 Flat 服装 棉花和棉制品 包括多金硅在内的硅基产品 以及西红柿和下游产品 仍然被指定为 执法重点行业 强迫劳动是 现代奴隶制的一种形式 国土安全部致力于 将其从我们的供应链中根除 国土安全部长 亚利杭德罗 N.马约卡斯 Legendro & Meircus 在声明中说 今天宣布的最新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战略和新的重点行业 反映那些试图规避法律 并从剥削受虐待者中 获利者的范围 不断演变和扩大 被指定为 执法重点的行业的实体 将成为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 重点审查目标 有可能被采取各种执法行动 列入实体名单 出口限制 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 国土安全部说 在这一新战略发布前 该部最近将三个新实体 添加到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实体名单上 这使得货物 被限制进入美国的中国公司 总数达到68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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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Feel the heartbeat in the trunk